听故事,贫历史,这里是历史影像机,我是宁哥 对于一个地位低下毫无尊严的风神女子而言 被一个有一定财力和地位的男人不惜重金,数得郊区,脱离乐极 绝对是人生的至高追求 清雍正元年,雍正皇帝推出了极具人性的改革措施,畏贱为良 也就是说,在风神女子熟身从良以后 给她们比普通良家妇女一样的社会地位 让其永久脱离乐极,如此规定让熟身从良以后的风神女子 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护和认可 让清代男性为忠义风神女子熟身并纳取为妾的风气迅速火热 身为风神女子,能够优秀到让男性心甘情愿 不惜花费重金为其熟身 足以说明其工作经验的极其丰富和外在容貌身段的诱人程度 可就算如此,就算从良女性在服侍男性方面拥有如此突出的优势 她们的下场为何几乎毫无例外 都会逐渐被冷落,被抛弃乃至无依无靠,孤独终老呢 其实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男人的现实 第一,风华不在,年老色衰,被抛弃就成了必然 能让男人心甘情愿,为之重金赎身的娼妓 大多拥有出色的外貌,身段条件 并且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能让男性身心愉悦,心灵释放 可女性的风华年月,毕竟只有短短的数年时间 等到年老色衰,等到皮肤松弛 男性曾经为其痴迷的原因逐渐消失以后 被冷落乃至被抛弃就成了必然结果 第二,特殊的工作经历 让从良女性大多失去了生育能力 至于古代青楼女子而言 身怀有孕就意味着失去工作机会 意味着对身形的严重伤害 来细对职业生涯的致命性打击 为了防止这种负面情况的出现 药物的频繁使用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可大批量药物的使用 又会带来另一种负面影响 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女性的生育可能 因工作性质影响而无可能繁育厚思的从良女子 无子思随身 年老色衰以后都只能落的一个被冷落 乃至被抛弃的被凉下场 第三,劝妓女从良 拉凉家下海 本就是男人矛盾心理的集中表现 对于男人而言 让风尘女子熟身从良 乃惜特定情境之下的特定冲动 离开这个特定环境或者熟身从良 成为既定事实以后 男人都会变成一个只读圣贤书 不闻窗外风花雪月式的正人君子 也就是说 那些为风尘女子熟身的男人们 在真正迎娶了这个令其在特定环境下 着迷的女人后 几乎都会产生后悔心思 来自做出无情现实的举动 清庸正元年开始 清朝统治阶层虽然对娼妓的阶层归属 有了史无前例的改革 给予了极具人性化的社会地位变更 但男子对其太过现实的对待态度 让他们依然未能改变被冷落 乃至老无所义的悲凉命运 这次你怎么看呢